大家好 阿嬤今天要腌这个 咸豬肉 三层肉 三层肉 我要来腌 想说 顺便来告诉你们 分享给你们大家 我们来腌的是腌蒜味的 你可以蒸 也可以蒸好了 再来炒蒜苗 你也可以烤一烤 沾那个蒜跟醋 就这样来吃 你腌好了放冷冻库 你想要吃了就拿出来 看你要烤啦 要煎啦 还是蒸啦 都很方便 我们要先把这个三层肉 排好 好 我们要把这个都倒一倒 这样好入味 对 这样子比较好入味 就放过来 两边都要弄 我们现在弄好了 那我们现在要来抹盐巴 这1200克就有10克的盐巴 你要分两次用 这个部分先给他腌这个猪肉 腌制猪肉的时候 我们要来搅这个酱料 我们现在要来搅拌这个料 这个料是因为 你可以把这个蒜末切一切 这样搅拌那里OK 那阿嬷是觉得用果汁机 或是料理机的时候 你给他打这个蒜头 蒜末比较好 给他打蒜 我们蒜头给他倒进去 我们所有的材料 糖 还有那个挖胡椒粒的 五香粉 这些刚刚用剩下的盐巴 也要放进去 还有我们要放酒 酒留一点 留一点等一下要干嘛 等一下要挖这个的时候 还比较好清理 那阿嬷有一个秘密 我还要加一个 肉桂粉 还有一点甘草粉 肉桂粉你只要是你喜欢的话 因为我没有秤量多少 有的人喜欢 有的人不喜欢 你喜欢的话你就多放一些 不要的话你就少放 我放一点肉桂粉 还有甘草粉 这样子有点甘甘 那也不要太多哦 都是少使的 好 我们给他嚼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要给他打开 再搅一搅 再搅一次 那个蒜才会那个太水了 这个 留一点点这个酒放进去 把那个里面这个洗一洗 这样子 好 这些猪肉 给他这样子 全部给他抹在这个猪肉的 底盘 太长的话 阿嬷刚刚忘记讲了 你们可不可以给他切 切断 不要那么长 给他切成 这样对半 这个圆好 你们不要马上放冷冻库哦 要放冷藏 一天过后以后 你们再昏带放冷冻库 放冷冻库的时候 他就不会再吸那个 鹽豆 给他们放进去 一块一块的放进去 你就拿来这样子 就这样子给他揉一揉 这样给他按摩揉一揉 煎猪肉已经完成了 拿到冷藏去放 那个一天以后就可以吃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阿嬷昨天就腌好了 今天要教你们做两种不一样的口味 一个是用煎的 一个拿到电锅里头去蒸 蒸好了以后来炒蒜苗 滚那个芹菜 那今天就很澎湃 阿嬷这两个拿来去电锅里头蒸 蒸的时候里面放一杯水 开小火来 今天想要吃两个 所以我们会煎两个 我们就这样小小火让他慢慢煎 小火还不要去动它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再来翻面 我们总共做了六块 蒸两块煎两块 现在在煎的时候 我把这两块给他收起来 放冷藏里头慢慢吃 或是有扣人来了 你们就拿出来给他们吃 差不多了 你拿一个筷子这样一插 你看它都可以插进去了 这个就代表熟了 煎的我们夹起来让它凉 我们等一下再来切 那我们现在这个电锅里头蒸的也一样 这样就知道了 不要切太厚 薄一般薄一般薄一般的好 不要太厚 不用放油 猪肉已经有油了 我们不要放油 现在里面的这个只有鸡 这个油没有水分 来 那我们要来放我们要放的东西了 也可以切着蒜苗这样 不用炒也可以 我们就这样炒 这样炒 刚刚蒸出来了还有一些汤汁 汤汁我们放进来 好 然后我们就炒 炒到它这个汤汁都干了 就好了 什么都不用忘了 我没有剪干 好这个时候就开大喉 开大喉给它炒干这个水分 淡到那个汤汁给它煮干 我们这一盘已经炒好了 炒好了这个尾部 你们不要切太厚哦 你们也可以切斜斜的 斜斜的时候看起来 炒比较大片 你看你直直切的话 你看这样比较没有辣 你这样斜斜的 这样粗粗 要跟我们切薄片 嘿大家好 那个阿嬷已经把这两道菜都做好了 一次可以这样做两个菜 是不是很方便 那你们记住 一定要把它烟好在冷藏 一天过后 以后你们才可以封装 放冷冻裤哦 放冷冻裤的时候 你们可以用密封袋 给它弄起来会更好 比较不会跑到冰箱 更会有蒜味的 那我们今天影片拍到这里结束哦 希望你们喜欢 订阅谢谢大家会 阿嬷会很开心的 谢谢你们 大家都这样一直照顾我 谢谢你们大家 拜拜 拜拜